分层显示是指将屏幕空间分成不同的层次,在每个层次上面可以显示不同的窗口 美股王快枪手支持四层显示,让我们可以同时在四个不同的显示层上面放置不同的内容 然后通过层次菜单或显示层次按钮,方便地显示或隐藏某个层次 相当于实际可以使用的屏幕等于我们的显示屏数量乘以4,极大的拓展了显示空间 我们来简单演示一下分层显示的使用方法,我们创建四个分时图 现在这四个窗口是有重叠的,我们来设置分层显示 我们在第一个图表上面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会有一个层 在美股王快枪手里面,每个窗口的右键菜单里面都有这一项 不管是图表,报价表,扫描器,模拟交易,还是美股直播 这里就是用来设置这个窗口所属的显示层次的 我们会看到,默认选择的是第一层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窗口在没有对它手动设置显示层次之前 它都是默认在第一层的 第一个窗口我们就不改了 我们在第二个图表上面单击鼠标右键 把它改成第二层 第三个图表改成第三层 第四个图表改成第四层 设置完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这四个窗口仍然是同时显示在屏幕上的 原因是因为在软件的默认情况下 四个显示层的显示状态都是被开启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层次菜单里面 四个层次都是被勾选的 显示层次的四个按钮也都是被按下的状态 我们现在把这四个层次全部关闭 现在可以看到层次菜单里面 这四个层次已经被取消勾选了 我们现在点一下显示层次一按钮 会显示第一层上面的图表 再次点击显示层次一按钮 第一层上面的图表就被隐藏了 我们点一下显示层次二按钮 第二层上面的图表就显示出来了 再次点击显示层次二按钮 第二层上面的图表就被隐藏了 点击显示层次三按钮 第三层上面的图表就被显示出来了 再次点击显示层次三按钮 第三层上面的图表就被隐藏了 点击显示层次四按钮 第四层上面的图表就显示出来了 再次点击显示层次四按钮 第四层上面的图表就被隐藏了 通过这样我们就可以方便地在不同的显示层次之间切换 以上就是显示层次的设置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个显示层次设置的例子 我们打开之前保存的某个布局 这个布局中已经设置了四层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层中显示的是 每股直播、经济指标和大盘的走势 第二层放了两个扫描器 和六个图表来扫描做涨和做跌的股票 第三层放了一个报价表和六个图表 用来查看自己熟悉的股票 第四层放了四个图表 用来查看某只股票在不同时段的走势图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个功能